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大明大方節目 講到金正恩 大家什麼都不知道 但唯一一件事 我覺得如果繼續講 80後在現今全球的發展受到壓抑 這個是錯的 因為金正恩 的確是80後 這麼年輕做了國家的領袖 兼有核武 但大家這麼擔心 因為昨天早上傳言 在公佈金正恩 死訊之前 為什麼北韓把兩顆炮彈射出去 嚇到大家彈起 連美國也彈起 今天這些報導都有講 外面西方報導 就說 因為他過身的新聞 美國和南韓是完全不知 聞不到浸脫 爆出來的話 情報人員的眼鏡都碎了 是不是真的封閉到這個地步 連美國無處不在 兼南韓無處不在 那些情報機關都搞不定 大家完全是很驚訝 嚇到跌了落地 如果韓國的情報系統就不提也罵了 頂籠就跟他們的難兄難弟 大韓民國和中華民國都數一數二了 但是那些電影拍到很近的 電影公也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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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講到情報人員很近 其實一向都是 美國的小兄弟 由南越南韓到台灣 一向的情報都是一落也 美國方面 CIA都是有盲點的 CIA都有盲點的 或者就算CIA以外他們軍方的情報 日本都可以 沒理由 日本就一時時 日本的情報網站在東亞鋪得很專業的 歷史背景都很長 美國其實對某一些國家 尤其是中國 朝鮮這些 其實他們的情報失誤 重要的情報失誤都不是第一次的 不過對他都有些同情 你星期六早上不在 他星期一中午宣布 都下班了 不是美國 你真是很難 因為他不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你很難一個美國人 就是白種人 根本沒有辦法在北韓 可能逆緊稿 逆緊稿 如果他能夠封鎖到消息 你的衛星截聽 翻譯 都未必趕得及 如果你兩個星期都不知道 那麼疏忽大些 兩天左右 那就真是很難的 而且我很贊成教授這樣說 其實反過來去理解 其實北韓自己是知道 我掩蓋不了太久 掩蓋不了太久 才在48小時以內 三十多小時就公佈 也就是說 其實他們對外在的世界 尤其是開放 情報 資訊 其實都不是完全去無知 他都會知道 如果我掩蓋得太久 如果我掩蓋得太久 就只包著火 就更糟了 沒錯 我這個鏡頭的旗子也鏡頭不及 另一方面 你看到美國那麼緊張 為什麼日本又那麼緊張 我覺得這些都是姿勢 因為 我想大家最容易想到 一件事 最要防備一件事 就是 軍方可能會發動一些小規模的衝突 來形成一個緊張的形勢 助長軍方的影響力和權力 這個可能性是不低的 這個可能性是不低 但是打一場大的戰役 的可能性就很低 因為很簡單 即是你吃都沒得吃 石油又不夠 即是你根本沒有後勤 沒有這樣的裝備 可以打幾個月的仗 除非你真是孤注一宅 把你有限的核彈 中程飛彈都射了 大概又不至於此 但是我想南韓的角度 當然就是責任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看到 去年3月 有個炮艦被人打沉了 或者碰觸到水雷 11月又有幾個賢平群島 被人掃射幾個炮彈 這些小規模的衝突 都會令到南韓的軍方 和李明博政府 在輿論上承擔很重的責任 所以你當然是立刻 即是高度戒備等等 緊急狀態 緊急狀態 做齊 這些都是正常的反應 但未必一定反映到 真是很害怕打仗 但是射幾個炮彈都害怕 你知道北朝鮮的飛彈 出名的射尾 比較擔心 但是軍方 我見張誠澤加的媒夫幫忙 似乎軍方都要靠媒夫 穩住個勢 我想是這樣 第一 正如剛才教授這樣說 其實美日 尤其是美國 都是擺一個姿態 事實上我們可以見到 譬如歐巴馬從中東和中亞抽兵 譬如希拉尼到緬甸 或者再早前南海 美國一些很明顯的軍事介入 姿勢動作都出來了 再加上幫台灣 upgrade F-16等等 今天又說給日本F-35 沒錯 所以其實美國 在東亞修網 跟中國一決痴紅 這件事已經是很明顯的 所以其實 反而是否美日 尤其是美國 是否借某些機會 向北韓繼續施壓呢 透過這個 不要說北韓這樣 這樣逗泥的國家 連蘇聯都可以兵不血人 就可以令到你崩潰 其實這個應該是 美國下一步的策略 就是慢慢圍著它 今天楊潔篪外長 就打了電話給希拉尼 南韓日本外長 是否就是中方都說 你放心 我搞定 我想都是帶一些訊息出來的 我想 首先 美日 南韓大概都 有意向中國施壓力 你是最能夠影響 按住它 北韓的國家 雖然中國就不潔 透過非正式的渠道 就不潔告訴國際社會 我對它的控制力 都是很有限的 就是按住它 西方就說你要負責任 你按住它 中國就不斷透過非正式的渠道 說我對它的影響都是很有限的 不要入我數 所以我們看到這種角力 但是其實我們剛才都說了 周邊各國 第一 不想插手 立即插手 周邊各國也都絕對不希望 它國內大亂 因為很簡單 從中國的角度來講 哇 你幾十萬機民湧到邊境 我怎麼計 真是 那你怎麼處理 至於南韓呢 我們也都見得到 它的國民也都很清楚 不想接這個燙手山戶 即是他們見到 西德統一東德 他們每個都見到 原來代價這麼高 於是你見得到 李明博就很清楚 歷任的南韓政府 最近的幾個政府都是 如果你好好地改革開放 我盡量借錢你 盡量支持你 李明博的意思就是 你們放棄了核子計劃 我就幫你 搞到你們每人每年 三千元美金 Per capita GDP 即是每人的國民生產總值 333 似乎南韓的國民 好像處理窮親戚的態度 幫幫忙 但就說不要搬進來住 幫幫忙 借多少 可以 但是這個 這個整個策略都挺奇怪 即是說 美日韓中國外長打電話去 其實都是回應 我幫你手搞定了 你放心 都是這件事 我想 第一 現在中國的外交政策 尤其內地那些 比較憤青 被稱為投降外交 基本上這四個大字都沒有錯 基本上毛主席老人家 所強調的敵我矛盾等等 其實被認為是投降外交 面對美日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其實你的對手其實是魚狼似虎 美國不是姓貓頭鷹 他是姓白頭鷹 看到你還不出現混亂 還不拿來 美國 我們一向都知道 比起他們的先祖 英國人搞外交 美國出手快狠準 以及非常之暴力血腥 這個是 出名的 出名的 你要知道 所以 中國到現在為止 還是東北亞 尤其是朝鮮問題上 還是這樣的態度 是令人家 真的爪不著頭腦 另外一方面 譬如美國那方面 我很認同教授這樣說 譬如 韓國和美國的利益 基本上是不一致的 必要時 美國出賣他的小兄弟 你說遠的 就是出賣蔣介石 你說近一點的 譬如說那些 你說好像南越 或者再近一點 好像中東 就像是穆沙拉夫 說散水就是散水 說美國要犧牲 你們就犧牲 所以 如果北韓大亂 而南韓遭受重創 但是中國是被拖落水的話 這個是很符合美國的利益的 美國出手 有兩個限制 第一個限制就是 這裏和中東不同 美國出手 首先中俄會大力反對 你在我家門口動武 是他們不能忍受 第二 你兩個主要的盟友 日本和南韓 就覺得 不要動手 不要搞好地地 所以你變得很難發力 第二 很多人都覺得 北韓是很窮的國家 你不是伊拉克 伊朗很多石油 你如果佔領了他 那誰埋單 南韓日本那些 也很清楚 我不是很想付錢 所以 美國的範圍 是比較希望 能夠懷由地 大家談一下 趁北韓 也不想一面倒向中國 也不懈希望 和美國直接談判 似乎都穩定 他希望是這樣 每個國家都穩定 北韓全被自己亂 我看法當然有點不同 我剛才說 長遠來說 我們經常說 北韓是中國的手上的牌 其實反過來 北韓是美國手上最好的一個牌 最好有朝一日 當美國和中國是決戰的時候 最好北韓就引爆 因為沒有他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比北韓更加近北京 而剛才我也提過 我沒有說過日本是可以犧牲 但是韓國是可以犧牲的 美國其實從韓戰開始的時候 從來沒有當過南韓 或者從來沒有當過台灣 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所以這件事就有機會出現爆發 不過時間差不多 大家說一下金正恩 越果然得人害怕 明天看看股市會不會倒 我覺得它是先兆的 如果股市沒有事 即是有人拿來叫我 南韓股市 大家看著我們的股市 好了 大明大方到此為止 多謝兩位嘉賓 明天再見